今天凌晨 十余支搜救力量 五架直升机 指挥车 搜索车 一间一救车 处置车 以及应用载荷人员处置车等近百台车辆装备 分多路向返回舱理论落点机动 这里是东风着陆场市航天员返回地球的第一站 搜救回收空中分队 地面分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 全面检验着陆场系统回收处置能力 此次搜救回收任务采用以空中机组为主进行搜索 地面特种车队救援的模式实施搜索救援 演练中 在北京中心通报了落点坐标后 东风着陆场各系统密切协同 空中分队抵达后按程序进行相关处置 从这个核链的效果来看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分队能够按照指挥部的要求 从起飞一直到搜索 过程一直到找到这个目标物 到降落 从整个来看能够通过前期的训练 为后面的正式的回收任务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地面分队在搜救回收任务中承担了一间一保 外围警戒 返回舱处置与回收等重要工作 东风着陆场地处西北戈壁深处 是一片约1.3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 地形地貌复杂 横跨范围广 搜救回收任务地面系统 完成了着陆场光纤网铺设 装备升级改造 完善了方案阅案 确保地面分队快速机动 高效搜索 安全抵达 我们经过了五次的综合演练和数十次的单项演练 对于29种伤情和各类的险情 已经做好了完整的预案 我们做好了准备迎接航天员归来 做好航天员的生命保护伞 按计划 神舟15号和神舟16号 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 约5天时间 完成载轨换等各项既定工作 目前 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所有搜救力量和装备设备均处于良好状态 具备执行搜救任务的条件